在兩輪的談判 就會結束礦日持久的 中美貿易戰嗎 美國財長努勤是這麼說的 能不能達成協議 努勤接受美國服飾電視台專訪時 答案是開放時的 來設了最後的期限 而白空幕僚長穆瓦尼 把話說得更直白 美中第十輪的高級別磋商本週在北京展開 華爾街日報指出雙方在棘手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但一些關鍵癥結依舊存在 首先就是監督機制問題 我認為原本是保守的 我認為原本是保守的 安排成本是穩定的 裏面是穩定的 他認為保守的 保守的 保守的 有加重關稅的立場 也有所推浪 一名熟悉談判的人士表示 雙方正在研究一項方案 根據中美貿易額對等的百分比 來保留雙方的懲罰性關稅清單 讓美國不怕大陸不履約 大陸也保全了面積 大陸銀保監會本週公布的12項措施中 內外資平等是主旋律 銀行業基本上是全部開放 並大幅降低保險業准入和經營範圍 這顯然是因應美方的要求 規範各級政府行為 清理廢除妨礙公平競爭 扭曲市場的不合理規定 補貼和做法 公平對待所有企業和經營者 習近平上週在一帶一路峰會上的演說 用了很大的篇幅 談大陸的開放與市場化改革 被認為是回應當前美中貿易談判內容 堅持公有制經濟的習近平 首次提及清理補貼政策的問題 但談判總是有工有手 有得有吃 金融時報指出 為了讓北京簽協議 川普放棄要求大陸停止商業 這些網路竊盜行為軟化這一立場 接受以輕描淡寫的承諾作為替代 而這並非美方撤退的唯一議題 華爾街日報也同時引述消息來源說 由於川普很想達成協議 許多議題在談判中被拋棄 這也引發外界擔心 要求大陸結構改革的進展有限 在北京第十輪的談判只進行了一天 美股財長努勤推文說會談富有成效 而下周三雙方將在華府進行第十一輪 消息指出 劉鶴將率領上百人的團隊前往 這是可能達成協議的最新吉祥 因為這些官員來自十多個部位 將對協議文本涉及的廣泛領域 做最周細節的確認 而美中能否就關鍵爭議做最後的妥協 曠日持久的中美貿易戰能否終結 下周就一翻兩瞪眼 謝謝